另外二姐王公庙也特别在今天举办了寒冬送暖的活动 将各界的捐款发放给乡内二十位静贫的家庭以及独居长者 每人是五千元 期待借此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对弱势的关怀 共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让弱势家庭过个物资充裕的好年 二姐王公庙特别透过五节乡公所 筛选出二十位静贫富和独居老人 由董事长张明华亲自发放五千元的慰问金 借此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对弱势的关怀 共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我们的王公和观众的大家 在这里也利用这次 这间关系书间的很大 可以存在我们的国家快乐 在这间的过节中间 可以让你们要买东西好 或是过节中间有机会有一个帮助 農留春节的青年工来关怀我们五个人 所以比较艰苦 这些关怀富 让他们可以農留春节 过节的温暖的年 也就处来包砲砖引玉 来保佑我们所有国家 的闲心人事 来投入我们社会关怀的灵友 让我们社会可以更加温心 庙方在春节期间也会推出点灯送金元宝活动 即日起到农历正月29日 信众只要到王公庙安太岁或者是点光明灯 就有机会抽中价值超过一万元的金元宝 此外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三天 王公庙也会举办直角得金元宝的活动 在我们平安店投金元宝活动 我们的金元宝都有两千月 另外在新春期间 我们人的切衣和切衣来到我们本庙 提名香有超过一千块以上的 我们同样有机会来参加 担保佑金元宝活动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报导